好 再来关心马英九总统接受亚洲周刊的专访 透露他在主观上有意愿参加明年在北京进行的APEC亚太经合会 而当被问到他是否期待透过马席会来创造自己的历史定位 马英九总统表示没有一定要把马席会排除 但是必须在国家有需要以及人民愿意支持的情况下进行 陆委会今天进一步指出 两岸领导人在APEC见面是适当的场合 政府将会按照过去惯例争取我国总统出席APEC 总统马英九接受亚洲周刊访问 被问到与对岸领导人习近平会面异象 强调目前还在创造条件的过程中 是否会参加明年在中国北京举行的APEC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马总统表示主观上当然有意愿 不管APEC在哪里如果能去我都愿意去 会以什么样的身份到大陆访问呢 总统说不管到哪里都是中华民国总统 不会以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身份代表中华民国 而是否期待透过马席会来创造自己的历史定位 马总统表示没有一定要将马席会排除 但必须在国家有需要 及人民愿意支持的情况下来进行 另外也被问到是否认为明年APEC是马席会登场的最佳时机 马总统直言大陆国台办发言人已经公开排除这个可能性 路委会认为两岸领导人会面必须在适当的时机和场合 以适当的身份出席会依照惯例 争取马总统以经济体领袖的身份出席APEC会议 如果马席会成局这将会是两岸分之六十年来首次双方领导人的会晤 但是APEC是不是马席会的适当场合呢 尽管马总统有意愿还需要双方创造有利条件 记者王池如陈信龙台北报道